Yo 我是老A 昨天魔洞盒的那個敖餅啊 價格出來了 人民幣建議售價是1280元 我看台灣大部分店家都賣在大概6000塊錢上下吧 我聽到很多人都在抱怨說 哇 好貴喔 漲好多 所以退單的人非常多 很多人都拿黃龍啊 白龍啊 來做對比 因為台灣之前一隻黃白龍的本體啊 大概是一個大概在4000內吧 突然漲個2000塊 買價就不幹啦 但你看一下它的內容說明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敖餅 這個青龍這個敖餅 它是有含地台的 所以含地台然後賣6000塊錢 而且這次的地台它是用遙控 就是有點像是電視遙控器那種方式 可以換燈吧 之類的 可能是因為就是雙龍它當初地台是分開賣的 我記得雙龍的地台分開賣好像一個1500對不對 有點忘記了 很多人覺得說我就單買本體就好啦 反正本體也有附支架 它就沒有必要去買旁邊那些燈啊之類的 所以就造成這中間會有2000塊錢的價差吧 那我就想到說啊 同樣是合金模型啊 在9月份會再翻那個 9月會再翻那個合金的勇者王啊 還有會場版的那個MB的命運 它又要再改色賣你一次了 這兩隻換算日幣 大概一隻都是超過6000塊錢台幣啦 但是勇者王跟MB命運啊 基本上那種熱門的程度啊 我想一定是非常多人會去買的 所以我今天就覺得說今天買模型啊 其實都是在買一個情懷 模型只是你一個情懷寄託下的一個媒介 你想想你第一次看勇者王那個嘎嘎嘎嘎嘎嘎嘎的那個時候啊 每次合體都要敲破一次那個塑膠板 都不知道那個手會不會痛啊 大絕招那個天堂地獄啊 還有那個大鐵錘啊 然後還有後面那個死員勇者王 那個雞皮疙瘩大家都起來了 再想想看那個Sit Destiny那個飛鳥啊 每天在那邊耍中二真的是一拳想揍死他 這些都是回憶啊 你現在去模型玩具店看到勇者王命運啊 小時候沒有買的模型啊 長大一定要買爆的是那種心情啊 牽職練勇者王一隻要一萬三千多塊錢 問題是還是一堆人買 那改色命運我相信這次很多人買 我看那個光之翼啊 應該又要再漲價漲一次了 可能MB的攻擊自由也會漲 雖然我覺得對岸的那個魔洞盒那個雙龍啊 他也是分批出了很多次貨 一次也是要等非常久 但是我都沒有聽到幾個人會想去追價的 萬代出品啊他有一定的價格保證啊 所以至少轉手的時候都有那個行情價在 低於那個行情價基本上就會秒殺了 雖然我拍了雙龍的影片啊 模型的品質真的沒話說 絕對有超過MB的水準 又能變形 然後又比較大 加上那個光翼簡直是家裡要櫃子 要很大的櫃子才放得下 作為模型玩具我覺得分數真的很高啊 就是雙龍這兩隻啊 還是用我們比較熟知的魔神英雄傳去改的 但是畢竟不是萬代出品的龍王號跟龍星號嘛 那就更不用講說今天的敖餅他是哪一位啦 我覺得日本模型玩具公司 他在經過一連串的整病之後 萬代把很多的版權都拿在手上了 這是他長期坑前的必殺武器啊 但是因為今天中國公司啊 他跳過這個最難要用時間去累積情懷的這個過程啊 也沒有出什麼卡通之類的 就直接跳到了直接生產模型玩具這個地方啊 我覺得要燒很多錢才會讓買家有認識到 反而我覺得說像預模道啊這些公司 可能會比較聰明 一方面他用正版授權 一方面也自創雞娘 至少他在授權商品的時候啊 很多人就會講說 好像還有預模道這間公司 他可能就會嘗試看看他出的雞娘 有沒有就是他正版授權那種品質 今天講了這麼多啊 結論一句 你會去買那個敖餅嗎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